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继续砸钱重压高科技重演滞销便清销 一带一路1.1兆美元欠款 八成现在穷国打水漂了 女首富一主碧桂园杨惠岩财富缩水270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启程下榻酒店棚布铁网包裹 旧金山遍北京 综合媒体报道 据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24号晚间 呈专机离海北京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赴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 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与新经济沙皇合力峰访美之后 APEC领袖峰会将在周三揭幕 而拜登将在当天与习近平在场边举行会谈 习近平自2017年4月就不曾踏上美国领土 上次和拜登会面是去年11月 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场边 双方谈了三个小时左右 虽然美国和中国官方都已经宣布 拜登和习近平15号在旧金山会面 但中方对于习近平的行程保密到家 不仅下榻的酒店一楼 全部架起白色棚布与外界隔绝 甚至当地侨领也都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 完全没有提供时间和地点充满了悬疑 据了解 在APEC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除了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预计也会举行晚宴 宴请美国商界和部分侨领 但中方在行程上特别保密 有侨领表示安保级别几乎是最高等级 碍于规定不能透露太多细节 13号下午2点左右 瑞吉酒店对面曾出现大批华裔群众 为次日中方代表团到达提前踩点 其中分为欢迎团体和抗议团体 双方并未发生冲突 旧金山警长史考特此前预计 APEC期间会发生许多抗议活动 警方的首要目标是将抗议维持在和平 相互尊重的程度内 任何暴力损害公务的行为将遭到警方逮捕 盛传习近平将下踏APEC领袖峰会会场附近的瑞吉酒店 饭店的车道13号架起了白色蓬布 并在二楼落地玻璃上贴上了雾面贴纸 遮党外界视线 周围多处也都设置铁网 随时可以隔离群众 13号有记者靠近酒店拍摄和录音 遭到中国大陆籍人士关切 称他们已经包下了全栋酒店 这里属于私人财产 要求删除照片和影片 在酒店周边则有零星示威 13号上午 有一名外国人士举着一幅 中国有集中营的海报经过 在饭店略作停留就离开了 并未与中方或饭店人员冲突 目前仅知习近平与拜登将在15号会面 但具体地点并未公布 媒体也报道习近平将宴请美国商界和侨领 一个作息2000美元 但具体时间地点仍未获证实 根据早前旧金山市政府发布的预期数据显示 本次峰会将为当地经济带来5000万元的收益 但据了解 会议期间因受到道路戒严 及公共交通改道行事影响 到方旧金山的客流稀少 诸多华部与当地小商业主被迫选择休业一星期 湾区不少侨领表示 此次习近平访问的安保级别非常高 除了少数核心圈子的人 多数参与者都只是得到通知说 有大人物过来 但没有说是谁 也没有说具体的时间和具体地点 很多侨涉人士都是原地待命 等待通知 有知情人士表示 已经收到习近平晚宴邀请 且中方也在积极组织机场欢迎的人群 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上缴护照号码 以便背景审查 可见中方对此次安保的重视程度 有记者13号实地走访APEC会场周边 人行道以架起高达14尺的铁丝围栏 路段包括习近平可能下榻他的酒店瑞吉 当地民众表示 因为习近平要到访旧金山 才会在相关路段设置铁丝网 但负责APEC峰会安保工作的联邦特勤局 助理探员布朗表示 APEC峰会属于国家特殊安全事件 不会因习败会或任何一国领导人 改变安保布置 其任务就是保护所有与会者的安全 美国议员公开批评宴会安排 美企回避与习近平晚宴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期间 料将出席美国商界的晚宴 路透社的消息指 部分企业高层不确定这样做 对业务有帮助 考虑到风险问题 有意回避宴会 报道指 这个晚宴预计于周三15号的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举行 对于美国企业的高层来说 晚宴将有机会直接聆听 中国领导人的讲话 这些企业正设法应对中国经济放缓 美国推动部分供应链 撤出中国的去风险动作 以及中国不断扩大的安全规则下 所带来的业务不确定性 一名了解晚宴安排的消息人士 向路透社指 宴会目的是促进沟通 两国政府代表届时将同台发言 他拒绝透露代表人选 普遍预期中方代表是习近平 路透未取得晚宴出席名单 但一些企业高层私下说 考虑到不确定参加宴会 对其在华业务有什么好处 以及担心国内政治风险 他们将予以回避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 已经公开批评宴会的安排 前美国贸易官员杰弗莫文 指中方的目标是软化形象 并吸引投资 但晚宴不太可能起到作用 报道又提到 晚宴本身也出现了 令人不安的景象 至今主办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尚未正式宣布该活动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经济荣井两年败光 习近平不敢再提东升西降 202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谈东升西降 表明中国终将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强权 当年在亚太经合会 APEC视讯会议上 抑制疫情流行的中国 经济成长GDP 创十年来的最大增速 而美国穷于应付反复爆发的疫情 以及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 然而短短两年之后 中国四分之三经济遭遇逆风 习近平已无法再吹嘘东升西降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当前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从房地产泡沫破裂 地方政府债务失控 到信心暴跌与通货紧缩 反观美国 其第三季GDP创两年来最强劲表现 而通膨也在消退 2021年中国GDP规模达美国的75% 今年第三季则下滑至64% 相当于2017年的水准 这两年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西方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并非突然转向 而是长期恶化的问题浮上台面 而习近平的政策 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尽管中国并非字面上的衰退 但其引领全球经济的雄心 已无限期受挫 荣顶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任莱特指出 北京将永远无法声称成为全球经济霸主 中国的GDP规模 或许有一天将达到美国的90% 甚至100% 但超越美国达到150%或200% 则是天方夜谭 报道说 1980年至2012年的中国年均增长10% 由于人口高龄化 农村人口往城镇的迁居减少 以及追赶上富裕国家的机会缩小 中国经济成长势必放缓 然而中国经济的放缓幅度超乎预期 目前世界银行预测 未来两年中国的GDP增速年均4.5% 较十年前的预测减少了约一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 中国未来五年GDP平均增速仅3.9% 过去十年 中国过度依靠大规模刺激措施 以投资基础建设 住房以及之后的科技 数据显示 2010年至2021年 中国的住宅面积翻了一倍 平均每人超过400平方英尺 为日本的两倍 与美国相反 中国的住房与基建太多 空污达数以百万计 全球100座最高桥梁中 有23座位于中国穷省贵州 而中国高铁的成长速度 是乘客增速的两倍以上 开发商与地方政府 向中国民众与银行借贷投资 当中许多债务有违约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中国30%的地方政府债务 是无法偿还的 土地出让金与营业税收锐减 使中国地方政府面临庞大赤字 荣鼎报告称 中国的财政空间 比外界认为的小得多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央行大水漫灌 走上绝路 人民币濒临崩溃 综合媒体报道 近期中国资金市场的动荡 引起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因人民银行宣布 将发行十万亿特别国债 导致大量金融机构产生资金的流动性危机 一些规模较小的银行被迫在10月31号 以50%的短期利率介入现金 因为银行必须在月底结算账目 而一些绝望的借款者为了取得急需的贷款 支付了30%到50%的利率 这是自10年前中国光大银行与新业银行违约以来 从未见过的高利率 这一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2013年的钱框事件 然而与当时相比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货币乘数下降 为何流动性危机来袭 一些观察家指出 今年中国境内银行缺钱的情况 严重程度远超2013年 而主要原因是货币乘数 指货币基数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 倍数关系的急剧下降 这不同于房地产繁荣时期 在过去 房地产被视为最佳的信贷放大器 银行可透过房地产买卖间的贷款操作 迅速扩大货币乘数 而在中国房地产业垮台 烂尾楼贫发的如今 商业银行无法找到足够安全的投放贷款途径 导致资金流动性因此急剧下降 无毛印钞的危险 央行面临的选择 而当前中国央行在流动性危机中的应对引起关切 有分析认为 央行可能面临无毛印钞 无毛印钞是一种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及贵金属支撑的货币政策 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和金融风险的压力 以补足流动性缺口 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表态表示 不能让老百姓的钱变少 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这或许仅是政策宣示 无法掩盖实际的风险 商业银行的困境无法放贷的局面 商业银行面临着放不出去贷款的困境 因为缺乏足够的合适投放对象 与其说是流动性紧张 更是由于缺乏可靠的风险可控的贷款渠道 这使得货币乘数下降 将中国经济推向危险的境地 政府兜底打破信贷僵局的方案 为了打破商业银行的信贷僵局 中国政府势必需要充当银行和贷款人之间的担保人角色 分析指出 中国政府应该以贷款兜底的方式 鼓励创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同时更应该协助需要贷款的小企业 让他们即使没有抵押或担保 仍能够顺利获得信贷资源 风险与选择 中国央行是否会走上无毛运钞的绝路 中国央行是否会选择无毛运钞 成为当前风险的焦点 观察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 以及货币乘数下降的程度 或许能够提前判断 中国央行是否会无毛运钞 然而考虑到中国政府的保守态度 以及习近平的经济决策偏好 中共高度可能会让央行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走上无毛运钞的绝路 导致人民币如同1949年 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一样 迅速贬值乃至崩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砸钱继续经济败笔 重压高科技重演滞销便清销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领导人决心将制造业升级 正在将资金转移到半导体 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品 外界却担忧此举可能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最后会将国内无法消费的产能 对外国廉价清销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截至9月底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2% 但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激增38.2%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显示 前9个月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 年增11.3% 高于整体制造业的投资增幅6.3% 这个趋势已经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的警惕 尤其是欧洲正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慈表示 目前中国的消费下降 却有大量过剩产能正在被推向世界各地 包括电池、太阳能板和化学品 在贸易方面 欧洲和中国就像两列即将相撞的火车 路透社检视100多份公开政策文件和官媒报道后发现 中国数十个省份正在增加对绿色发展 先进制造和战略产业的投资 例如广东省对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贷款增加约45% 上半年山东省高科技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激增67% 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立民表示 中国采取将投资支出从房地产业转向制造业的策略 将进一步推高产能 中国没有透过激增建设来增加商品的吸收 而是选择提高商品制造业产能 遗憾的是全球市场无法吸收额外的产能 中国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 瑞兹德能源副总裁多福指出 预测显示中国很快就能满足全球对锂电池的所有需求 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显示 到2022年底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内 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年产量为4300万辆 但产能利用率仅54.5% 而中国经济成长乏力和消费低迷 限制了国内购车数量 意味着过剩的车辆将输往国外 一带一路1.1兆美元欠款 八成现在穷国打水漂了 据自由财经报道 根据一项新数据分析显示 发展中国家基欠中国贷款银行或机构 至少1.1兆美元 其中中国20年来发放的数千笔贷款中 有一半以上已经到期 许多借款国陷入财务困境还不出钱 维西尼亚州威廉玛丽大学研究实验室 A-Data的数据显示 中国贷款机构的逾期贷款偿还金额 持续飙升当中 该实验室发现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贷款组合中 近80%目前用在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 多年来 北京一直将资金集中用于资助较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 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上 这些资金用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的公路 机场铁路和发电厂 帮助借款国的经济成长 在过程中 拉近许多国家政府与北京的关系 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同时也引发了不负责任贷款陷阱的批评 A-Data发布的对中国20多年来 在165个国家的海外融资的分析显示 目前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部门贷款中 有55%已经进入了偿还期 A-Data的资料库追踪2000年到2021年间 中国政府和国有债权人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公共和私营部门借款人提供总计1.34兆美元的贷款和赠款承诺 研究人员还引用贷款机构向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的数据 他们表示这些数据表明 截至2021年发展中国家借款人欠中国贷款机构 至少1.1兆美元最多可达到1.5兆美元 中国女首富一主 碧桂园杨慧妍财富缩水270亿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女首富一主 根据今天公布的2023胡润女企业家榜 今年首富为香港地产商新鸿基创办人夫人邝肖清 去年的首富碧桂园控股董事会主席杨慧妍 今年跌至第5名 财富缩水人民币270亿元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及界面新闻报道 胡润研究院14号发布的2023红研会胡润女企业家榜显示 新鸿基创办人郭德胜的夫人邝肖清 以720亿元财富首次成为中国女首富 地产商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 以665亿元财富蝉联中国白手起家女首富 邝肖清12月初将满94岁 首次成为中国女首富 她是新鸿基地产前董事局主席 也是新鸿基的最大股东 碧桂园今年爆发财务危机 股价大幅下跌 使得曾十度夺得女首富头衔的杨慧岩财富缩水270亿元 以480亿元位列第五 前50名中国女企业家总财富1.37兆元 比去年下降了11% 前50名门槛为135亿元 比去年下降5亿元约4% 榜单上59%是白手起家 41%是继承财富 房地产仍然是女企业家财富最大来源 能源与消费品并列第二 胡润研究院自2006年以来 连续第18次发布中国女企业家榜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